前天蔡英文总统承诺 要排除万难每年都调基本工资 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公开活动 表态全力配合 但对资方来说 疫情冲击还没缓解 接下来人力成本又要攀升 百工百业产业有别 不仅要提升劳工权益 中小型内需产业在疫情中冲击最大 如果再调涨基本工资 代表人事成本又跟着攀升 反对齐头式调整 蔡英文也公开允诺 针对调高基本工资 有困难的企业 政府也会提供协助 但是劳团有没有去思考 说当这些劳工失业的时候 无薪假的时候 还是要这些企业来给工作嘛 所以这些企业苦的时候 你应该去给他们考虑 你认为调涨基本工资 它可以形成一个正循环的原因是 基本上调涨之后 他们的消费力购买力会增加 那当他们有能力去购买更多的商品之后 那企业的获利益会增加 面对劳资不同调 劳动部表示 下一季将会讨论明年调幅 如何协商达成共识 还有带基本工资 审议委员会做最后定夺 新新闻线维陈志峰采访报道